兩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 在新一波Omicron病毒疫情下 民眾對聯邦和省政府 應對疫情能力的信心下降 對封城支持度亦下降 另外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國民 贊成監禁未接種疫苗人士 張桂葉報導 一項最新民調顯示 在新一波Omicron變種病毒疫情來襲期間 本國民眾對政府領袖 應對疫情的信心下降 而民眾對封城措施的支持度亦下降 Ypsos為Global News所做的民調顯示 自有49%的受訪民眾 支持總理杜魯多 應對新一波疫情措施 從去年12月以來 民眾對全國各省領袖的支持度 下降了5個百分點至52% 自有52%的民眾 表示支持繼續封城直到疫情受控 此外 Maru Public Opinion 在本月14至15日 對1506名國民進行了一項網上民調 詢問人們對拒絕強制接種疫苗人士的懲罰有什麼看法 有37%認為應該拒絕為他們提供公共資助的醫療保健 有33%同意不允許他們更新駕駛執照 27%的人同意他們應該被判入獄5天 61%的受訪者認為 未接種疫苗人士需要支付每月150元稅收 用作醫療附加費 77%同意限制拒絕強制接種疫苗的人 進入餐館等等的公眾場所 充滿 充滿